一下子就马上要做的就是 开银行户口 其实没有很难 而且很简单 成功在中国开到货币了 绑定了卡中有很多执行 寄很多 What? 从马来西亚来到广州 今天是Day 1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是一下子就马上要做的就是 开银行户口 马来西亚人会觉得 在中国能够开一个货币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又要身份证 又要什么助顾证明 后面 有网友爆料跟我讲 其实没有很难 而且很简单 我自己为什么要开货币呢 就是因为 我们跟中国有些生意来往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绑定支付宝跟微信 支付宝不是可以绑Credit Card的吗 支付宝可以绑Credit Card 但是Credit Card是要收3%的手续费 因为我们每次来中国旅行 然后我们会用到支付宝 然后每次都要找人换钱 所以如果我们有了银行户口之后 我们的支付宝里面就可以有钱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消费了 然后也可以抢红包 所以讲到尾有银行卡 你就可以reload 你就可以拿钱出来 听网友讲 中国建设银行跟农业银行 是比较容易给外国人开到户口的 如果去到开不到的话 这样这个视频出不到接多 这道视频全部cut掉 到了 中国农业银行 我们现在在门口 不懂里面可不可以拍 所以就 应该是不能到 我看到那边有写着 不能拍照 而且那个概率只看着我们 这样我先进去问一下先 该资料填到一番 他叫我回家 为什么勒 因为他说今天的卡没有了 是做得到的 只是今天卡没有了 所以你们要make sure 你们不要拜六礼拜来 因为星期六热 他们其实是 关门 或者是开很短很短的时间 我刚好遇到星期六热 所以你们周日来会比较好一点 第二天 我再回来了 你好 我想办理新的户主 开卡是吗 对 开卡 但是我是外国人可以吗 可以 您在这边是有没有工作 你去拿护照还是拿 拿护照的 有手机号 可以 你要先提供资料 给我们上级行这里进行 审查核实 核实可以了 然后会约您过来开户的 请问核实这个要多久 你问一下上边那里 二楼上的布柜 谢谢 现在就是给约组你上来啦 你给哪 但是不只好 下护照给我 这个也给我 你有没有中国的手机号 有啊 有是吧 开卡是什么用途 要绑定支付宝 就是你用日常使用是吧 对的 没有限的 五千一天 如果超过呢 如果超过的话 我超过就转不出去 转不出去也收不了 对 一定要中国手机号才可以对吗 所以一定要弄我手机号 不然你微信支付宝也帮不了你 哦哦 不然这个卡多久能拿到啊 立刻签名是 不是护照是吧 要跟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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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护照的不是从中而民 不好意思我再签过 可以了 好各位 成功在中国开到 account了 我也是有account的人了 首先你第一个要准备的是你的护照 第二个是很很很很重要的 中国手机号码 没有中国手机号码 你根本不可能开得到 所以你们来之前 或者来了之后 马上办一个实名认证的 中国手机号 然后如果你在网上买的那种 最重要是一定要护照 你不要买什么香港号 马来西亚号 你在Shoppy 买到都可以 拿着这两个东西 你就可以走进任何一个银行 我自己是在广州的 中国农业银行 刚才那个柜台姐姐还有跟我讲 其实如果要申请的话 可以申请中国银行 它的业务范围比较大 能够做的东西也更多 所以如果你没有要做这样的东西 你普通日常买下东西的话 其实任何银行都可以啦 到底用多久申请到这张卡是不是 一个小时半 因为整个过程其实蛮复杂的 因为是外国人申请嘛 所以还要一直去审核 然后一直去核对任何的信息 也要查你到底有没有别的账户 然后你在Custom几时入境的 还有你的手机号能不能收到激活吗 所以你要留一个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最好 最重要是要查看你 有没有犯过法啦 对对对 其实他们有查看的真的 最后我成功拿到我的卡之后 他还有教我 要达到什么apps 然后要确认我真的是可以绑定 我的支付宝跟微信 他还要教我至少要充值一块钱 到我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确认真的真的可以用 才离开那个银行 所以这个小姐姐的服务态度要老 记得一定要带Cash 人工费5块 然后你要进一点钱去你的账户 所以你们可以带10块20块的账户 10块20就OK了 补充一下我们外国人申请卡 是有日常限的 好像是3000块左右 所以如果超过了 你的钱可以进来 但是你就出不去啊 正巧这个卡刚才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好处 做什么 就是我美团啊淘宝啊 绑定了卡中有很多企业 记很多哦 What 好了成功开到我的银行户口了 以后我买东西就方便多了 OK 记得影片到这里能解释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